謝謝好 因為我剛剛才看到台電今天的首頁裡面的第一則新聞是針對我本人的 他說我污衊台電公司跟踐踏台電公司員工的尊嚴 因為我在我的臉書上面寫說 因為現在停電不是颱風停電嗎 你看那個什麼龍潭那些人停了六十幾個鐘頭都沒電 所以我說你要有種就去停有錢的人官大的人 你不要讓那些偏遠地區的人停電 你要停他們就停了很多電都是中南部的電 所以因為我要突破他的一個不實的宣傳 認為說台灣有北中南東四個區的供電 叫給大家一個機會教育 怎麼可能這個電當然你這個電是發電機發的電 很清楚 可是你家的所有的這些插座的電 都其實是所有的電網全部都會在一起 所以你也有河山的電也有鋒利的電也有什麼電都混在一起 那不過他們會這樣子 我也準備控告他們誹謗 因為我沒有侮辱他們的員工 我也沒有污衊台電 因為台電自己做的事情我只是講出來而已 那剛剛為福樂先生的演講 我想也讓大家能夠知道 其實我們今天在講德國 再生能源25% 未來他們要80%的再生能源 甚至未來所有的100%的再生能源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艱苦的一個路徑 並不是像大家想像的那麼的輕鬆 當然因為華為他現在又 我們現在好像走在德國20年前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這個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的 那我跟魏先生在談的 其實他最早的起心動念是這種公民的電廠 我想這是未來我們共同努力的一個方向 我上禮拜也去中南部跟一些環保團體的朋友串聯 我們覺得光是這樣反對這樣的一個東西還不夠 因為現在都已經膠著了 大家都知道核電很危險 可是我們大家都被核電綁架了 我們沒有辦法好像掙脫這樣的一個束縛 那好像眼睜睜看著核災就要爆發了 最近核電廠接二連三不斷的跳機 他前三年啊 就是前年 從2012年之前有三年沒有跳機 但現在已經開始跳機越來越多了 就代表核電廠他整個機組已經走向老化 那這個風險是更大的 那 我們要 如果我們不趕快想出一個方法的話 我們繼續被核電綁架 那只有等核災來解決我們 我們不廢核只有被核廢 那今天還有就請從日本來的陳鴻美小姐 等一下要跟大家講 她有一本書叫做日本三一一末世 去年出來以後在金石堂 曾經跑到第一名 但後來好像 我現在去博客來要訂書也訂不到 其實很多的這些資訊 我們都是非常避色的 對 你看 他們已經有新北市的圖書館 這一本書 那這裡面有很多很豐富的資訊 那我已經訂了一百本 我下禮拜會帶來送給大家 如果需要的話 那有主辦單位你們到時候可以去送 送給人家表現良好之類的 有主辦單位這邊來決定 那這裡面有很多很豐富的資訊 是我看過的 這個有關於三一之後的很重要的一個資訊 那我後來大家也知道我去了福島兩趟 其實這個書也是我的這個旅遊指南 抱歉 這不是一個很舒服的旅遊經驗 那我今天要讓 我覺得我以前是當記者 都要第一手的資料 我不願意去複數別人的話 讓當事人自己來講 而且陳鴻梅女士她也會安排 一系列的日本各界的人士來台灣 來參與反格四五六的行動 那歡迎陳鴻梅小姐 謝謝 她一直抱怨我把它拖過來 她不想那麼快出櫃 但是被我抓出來 謝謝 各位好我叫陳鴻梅 我前几天才刚从日本来台湾 然后我迫不及待要参加这个反核456 因为我已经向往久仰了很久的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在日本其实 我是听说从今年三月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们在日本虽然没有持续很久 不过是这样子我们心里都非常笃定 所以现在日本民调反核的人是已经达到七成以上了 是不断上升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为一些表面的一些资讯 比方说我非常相信这个星期六 就是21号参议院选举自民党会大胜 然后我非常相信台电跟政府马上就拿来当材料 说你看他们发生核灾 然后永和派的自民党还是大胜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讲这完全没有关系 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经济开始复苏 经济复苏的原因也是跟欧洲那些欧元 然后还有希腊的那些有关系的 所以不只是阿贝一个人的功劳 所以这完全是整个世界经济的趋上 所以虽然自民党是永和派 不过我知道其中其实有很多我认识的一些国会议员 他们只是不方便明讲而已 这是因为他们有党纲等等的 所以其实他们安定里面都是知道这个福岛核灾之后 我们实在是不应该再重启 然后我非常敬佩大家 不管是大风大雨大热天大冷天都来这边参加 我想起去年7月20号 我们在东京有一个20万人的反核运动的时候 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建三郎 他就告诉大家 他说我们只要持续就是力量 只要你坚持就是力量 而且你只要持续跟坚持的话 社会一定会变的 所以我希望说不管说我们是什么样的天气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坚持到底 还是要每个星期来到这边才行 然后我其实要来台湾的前几天 我跟有一个日本人见面 他问我一句话 他说如果台湾发生核灾 你们是全部要逃到中国大陆去吗 对我跟你一样 那时候我其实我一听我很不爽 我很不舒服 因为我知道这个人 他是左派 然后他非常亲共 那我在想他是在讽刺我们台湾人说 反正你们台湾人最后也是要投靠中共吧 我是觉得他有那个意思 那我很不舒服 可是我冷静下来三秒钟 我想是啊 大家有想过这问题 核灾发生你要逃去哪 北边的核灾发生的时候 你往南逃对不对 那南边的核灾发生你往北逃 可是大家知道福岛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你想辐射是怎么飘的 它是等半径圆飘的吗 你往南逃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那天刚好风向就是往南吹 你再跑两百公里 你跑三百公里 辐射就是跟着你飘 你知道辐射怎么飘的吗 这是最基本的尝试我们要知道 它不是等半径圆飘的 因为我们上个月我们去福岛的时候 我们就在核电厂四公里的地方 那里辐射量很低 可是反而我们到四十公尺 二十十公里 五十公里 比方说像京岛 范馆村 那里我们经过那里的时候 那个辐射量气就逼得尖叫的像个什么似的 而且我们都知道说 离福岛和长一百七十公里的地方 无数流行就是我们发现 那里有很高的辐射在稻草上面 而且那个稻草是牛吃的稻草 而且就因此 即使是在那里有辐射膏 它因为全国的牛都吃那个人的稻草 所以变成那阵子 那个日本产的牛 都有一阵子有检验辐射出来 所以你要知道辐射是怎么飘的话 大家要怎么逃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是不是我们真的是要逃到中国大陆去呢 到那个时候 我想你也不要谈统一 也不要谈独立了 你逃去的时候 你没有什么筹码 你没有国家 你不叫统一 那个叫做逃难 你只是依靠他们而已 你们就是难民 你也不要独立 你没有土地 你要独什么力呢 所以这个是我真的觉得 这个核电 真的觉得这个 外省人台湾人怎么来来 这是我们全部一起的生存的问题 不过我其实我并不怪 五十年前国民党的时候 他们盖这些核电 因为不只是国民党 那时候我们全部人类 我们都对地球是非常无知的 比方说现在我们都是尝试 对不对 我们知道说板块 为什么会有地震 因为是板块互相挤压 这是现在连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人类对地球的无知 是一直都是无知 这是才 这个学说叫做Platytonics 它不过只有五十年的历史 而且在日本 我们接受这个学说 不过是二十三十年的事情 我们一直不肯承认这个学说 所以我们人对地球 地球有四十六年一年的历史 我们对地球的研究 这个地球物理学 才不过几年 你想你要知道 我们是越发达 我们的智慧越发达 我们越知道天高地厚 然后你越知道说核电 那时候盖核电的时候 我们想说 好你只要 你很会耍核电 你会控制这些核子分裂 你就可以了 你只要 你以为你得要控制你地面上的技术 人的技术就好了 可是你现在要知道了 你从三一就知道了 地震加核电 你永远有一个未知数在 就是在地下 因为我写这本书 我采访了很多地质学家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 异口同声都是告诉我 我们越研究 我们越知道说 我们不知道 就比方说 东京大学的地震研究所 他叫加藤先生 因为他们在正在之后 受到全国 然后几乎 包括全世界的指责 因为他们花了 大概三千亿元 去研究地震预知 就是预测 后来他们的结论就是 因为三一之后 他们开了反省会 他说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指着 为什么你们花了三千亿 怎么都不知道说 我们那天会有一个 什么九级地震 结果这个大家庭所长 他的结论就是 对不起 我们没有在预测 我们只能做研究 意思就是说 我们永远不知道地球的动向 而且你越研究 你越知道天高地厚 你越知道我们人的渺小 所以你的核电 他除了就是 我常常比喻说 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好了 比方说那些专家 就拼命告诉你 很多专门的事情 对不对 那个绝对安全 绝对安全 他在讲那个技术上面的事情 核安要安全 不是只有人为的技术 我相信核电 台电它是世界一流的公司 它能将人的技术控制百分之百 没有错 可是你要知道人的技术在核安里面只占 即使你是百分之百 你只占整体的核安的百分之五十 另外的五十就是在地下 你不只是有地面上的技术 你要看地下地壳怎么变动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比方说台电人说耐震六级OK 可是你要知道震跟地壳 比方说有那个断层的话 你完全没有办法 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防的 所以我们在日本有一个法条 就是只要你发现说这个核电下面有断层的话 你必须废弱 所以呢我们在这五十年之间 我们已经其实成长了很多 比方说311好了 我讲这话真的对日本人很不好意思 我觉得311真的是老天送给台湾的一个礼物 因为不只是在我们地理上 我们在一些比方说技术上好了 我们也是用GE 然后日本他们那个辅导也是用GE 然后我们是地震的密集的地方 然后日本也是 所以你从日本311 其实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 我们的一个simulation 你可以学到就是说 如果在台湾的话会怎么样 你其实那时候才可以改进 可是我今天为什么会站出来 因为我实在看到一个非常简直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就是因为我发现不但没有改善 不但台湾政府跟台电没有从日本311 得到任何的改善跟学习 他们还把我希望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 而且要告诉你全部你认识的人 即使告诉你也告诉你不认识的人 就是台电跟政府 他把我们在日本311的时候失败的政策 不但没有改进 现在在用在台湾人的身上 这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 而且只有我们住在日本 我们才能看得到 我们才能够比较这些政策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真的是很错愕 首先就是我是听一些立法委员告诉我的 因为我都在日本 我的台湾的资讯不是很多 是立法委员告诉我就是今年他们颁布 我先讲就是日本 我们在311的时候 我们检讨过 我们有两个最大的失败 一个就是在安全的基准上面 然后这个安全的基准呢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 比方说耐震6级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那是其实在200年开始 一直到震灾之间 一共东电它有接到七次地质学家的警告 说如果发生地震的话 它会是8级以上 然后海啸会超过10公尺以上 这都有会议记录 可是东电它就是不肯改 因为你只要稍改一下的话 你改的不是只有福岛 你全国都要改 这样要花上100亿 所以你只要花上100亿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再告诉大家 所以核电很便宜 所以东电其实它接到这么多警告 它就是不肯改 结果是怎么样呢 它就跟 它就一直反驳 说没有这个不可能 我们不会 我们这个地震不会 它就反驳 就说它一直跟地球在抬杠 结果是什么呢 大家会发现 现在台电所做的事情 跟那时候东电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 有多少地质学家 比方说李绍兴教授 他出来已经告诉你说 有这么多海底火山 然后也指出 其实他指出说 哪里有断层 哪里有断层 台电就拼命去否定 说没有没有 所以我现在看台电的一切的言行 其实跟311之前 东电的言行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这也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个 核灾条件存在了 那另外一个311的时候 一个最大的一个失败 就是在逃难上面 那逃难的什么上面呢 我先问大家 如果核灾发生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问的 东南西北 你们要往哪里逃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东南西北你要往哪里逃 你要知道东南西北 你往哪里逃 就是决定你生死 因为我们那天灾区的 那个丁长告诉我们 他们就拼命的翻山越岭逃 就那天呢 就是吹西北风 结果呢 他们去的地方 翻山越岭逃了四五十公里 到地方 那就是最污染的地方 因为那天刚刚就是吹西北风 所以日本他们在 在有一个叫设备叫Speedy 我书里面有写 可是台湾是连这个Speedy都没有 Speedy就是用电脑测出来 就是当天的风向湿度地形 测出说那时候会扶车怎么扩散 虽然这个东西当时没有启动 可是政府隐蔽 他没有告诉居民 这也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就是了 可是台湾是连这个Speedy 这个东西都没有 是不是 你那时候要怎么逃呢 东南西北 这很务实哦 大家要有 头脑要有一个simulation在 还有一个就是 我最错愕就是 一个委员告诉我说 政府竟然颁布说 逃命圈 只要在八公里之内 我听到这件事情 这也是我今天站出来 最大的一个原因 我实在是 对不起 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因为在日本 我们已经不断地检讨 说那时候 我们在灾前 是说五公里到八公里 是逃命圈 可是现在我们甚至说 连三十公里都不够了 这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说 连三十公里都不够 甚至四十公里 五十公里都不够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 你即使你逃 你要看你逃哪个方向 辐射量完全是不一样的 可是竟然 台湾政府台电 告诉你说八公里就够了 那我就把这句话 告诉双叶钉的钉长 双叶钉就是上次核灾的 也就是核电厂的地方 就是核电厂坐落的 那个location的地方 就叫双叶钉 我跟那位钉长讲到这件事情 我说台湾政府 就是规定 台湾一圈是在八公里之内 他本来在找东西 地头找东西 一听我讲 马上突然头抬抬起来 怎么会这样子 他整个人就呆掉 他不相信说一个政府 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福岛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他的震惊是那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大的危机 就是资讯过于不足 我觉得台湾现在真的是一个资讯的孤岛 这也是日后 我会请很多日本人 这些核心人物 自己来告诉你们 我们就不会受到政府的 曲解或是媒体的曲解 然后大家会得到第一手的资讯 因为核电真的是靠 一定 核电真的是要支持 因为我觉得龙应台部长 他唯一讲对就是那句话 因为311之前 我们在日本 对核电的资讯是非常 其实跟台湾现在差不了多少 反核的人永远上不了台面 所以我311之前 从来没有对核电 有任何任何的怀疑 不过311之后呢 这个就是媒体它已经解禁了 就是因为电力公司 它不再提供广告 所以我们现在对核电的知识 都非常充沛 可是我反观台湾 真的是就是在我们311之前的状况 跟北韩一样 就是资讯封锁嘛 当然它没有刻意去封锁 可是就是因为媒体 我不怪媒体了 因为媒体 我们民主化不过是20年的时间 媒体他们大概还赶不上这个 这个程度大概还没赶上 不过我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多多学习 那个核电的知识 因为我就是知道核电的知识 我才知道说核电 你在怎么样技术安全 你永远有两条死路 永远没有办法的就是解决这两条死路 一条死路就是我们大家知道核废料 然后另一条死路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地下 你这个地壳 你完全拿它没有办法 因为我常把它比喻成孙悟空 你再怎么会耍金箍棒 你究竟你还是在地壳上 而且你要知道地壳没有如来佛那么好心 他说动他就会动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我昨天其实跟罗书雷委员 我们已经谈到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很怀疑 难道我们是活在一个民主的世界里吗 这叫民主国家 我们真的很怀疑 就是他会用政治的力量 逼迫人民接受这个 你天天要提心掉胆的这个东西 而且就是为了6%的一个电源 我们真的怀疑 我们是活在民主国家吗 所以核电我觉得他真的是挑战民主 他挑战民权 他也挑战民生 大家要知道民生是什么 民生不只是生命 你的生计 你的谋生之计也是生命 所以政府他会 比方说有政客 他会告诉你说 你要钱还是要命 你不接受核电 你就要接受很贵的电费 然后我想请问大家 你要钱还是要命 我现在可以先讲 如果有个政客这样子问你的话 你会很烦恼 你不必烦恼 在你烦恼之前 你先把他拉下台 因为这个人不配当政治家 会要求你什么 要钱要命的 民生就是要有生命 然后要有饭吃 这才叫民生 就像你说你要喝水 人家问你说你要亲戚还是养气 就是一样的事情 亲戚结合养气才会变水 你不需要分开它 所以你就是要有生命跟生计 就比方说NRC的委员长 Gregory Yasko 他去看福岛核灾的灾区 然后他看到 房间里面 大家都是刚吃饱饭 就是说饭还是丢在那里 衣服还是挂在那里 大家就匆匆忙忙跑掉了 的那个样子 然后现在还有15万人 回不了家 然后他们也没有 比方说农夫跟渔夫 在日本 我想在台湾也是 农夫你一定要有那个地 你没有办法去别地方种田 那渔夫呢 我们在日本就是 你只能在你限定的地方捕鱼 所以农夫渔夫 他们没有生计 他们没有办法活下去 即使他们有命 他们也没有谋生之计了 所以什么叫做民生 民生就是要有命 也要有钱 没有一个政客可以问你说 你要有钱还是要有命 会下次再问你这句话的人 你就把它拉下台就好了 他不配当政治家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在一个民主国家 其实 核电 不是 电力公司是国营的 国营的电力公司 在一个民主国 其实会比在日本的民主国里面的民营电影公司更好搞 因为民主国家的国营的头江是我们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 我们的民主的第一步就是你要认清你自己的权利 不要好像用力要看台电的颜色 台电经营不当就换台拉人下 拉他下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大家多多对自己的权利要有决心 因为你想想看我们20年前 我们上一代的人经过白色恐怖 抗争到首的民主 那时候当然不是很完整的 只是一个形式上 可是要把这个形式上 光是形式上的民主 要做成一个实质的民主的话 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一个核色的恐怖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越过这个核色的恐怖 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一个高品质的民族 就看我们自己努力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 我们现在就像 我们现在就像民主主义的国家里面 台电政府跟我们 我们就像拔河一样 你不要怪对方说力气太大 而是我们有没有出力的问题 你知道在民主主义上面 你跟政府是同一个平台上面 所以你要怪政府怪台电说 他们力气好大 不是 是我们有没有出力 对不对 这是一个相对的东西 所以如果民意是狗废火车的话 我觉得问题是在狗还不够多 狗多的话 这个一定会是一个力量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说 不但我们要坚持下去 而且我们要尽量就是 告诉我们 即使告诉你不认识的人 也好 这个我们这个观念 一定要拓展出去 那最后呢 我想到就是 那天双叶丁丁长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 如果核灾发生了 你就输了 我这句话我想了好久 好久 一直在我心里 他那时候是语众心常跟我讲的 意思就是你核灾发生的时候 你国民永远就是输家 他就是对着现在的他的政府的赔偿 还有就是一切一切他们收到的待遇 他有感而发的 他是这么讲的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就是你核灾发生了 你国民永远就是输家 就是你永远就是赢不了政府 永远就是赢不了电力公司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然后最后我就是要重复刚才 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 坚持就是力量 然后持续就是力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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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